自2022年俄乌军事冲突爆发以来 美国以及北约集团不断地在制造舆论 企图托中国下水 至少让中国分摊战士久托不绝的责任 6月所谓的瑞士和平峰会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意义 于是他们埋怨中国不参加 埋怨中国不为和平出力 一个劲地想将聚光灯打在中国身上 据彭博社7月3日报道 芬兰总统司徒布宣称 如果北京愿意一通电话就可结束俄乌冲突 如果他们真的是这么认为 那么又何必花几千万美元去瑞士开什么和平峰会 难道近百个国家还不如中国的一个电话馆用 这让网上那些哭着喊着拥抱文明的乌粉情何以堪 说白了芬兰总统如此离谱的讲话 只是在配合拖中国下水的舆论罢了 然而没有最离谱只有更离谱 7月2日美国亚洲协会在纽约举办了一场活动 讨论主题为台海关系与两岸爆发冲突的可能性 参会者主要是美国一些前政客和反华智库代表 一位名叫何塞维加的美国网友上传了一段现场视频 视频中显示 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副顾问马修波停格在台上说 中国正在破坏台海和平 此举会煽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 如此离谱的讲话激起了何塞维加的愤怒 他起身驳斥波停格 天啊 我们的政府居然会听信你这种蠢货的建议 美国是在乌克兰 以色列和台海三个地方煽动战争的罪魁祸首 可你却告诉我说 中国要为第三次世界大战负责 很快何塞被现场安保人员插了出去 接着何塞的朋友也站起来说 难道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不是美国的官方政策吗 这不是联合国的政策吗 中国从未说过他们希望发动战争 然后他也被插了出去 美国亚洲协会搞这些小型对话会时 都要请一些中国面孔参加 台上台下时常互动 以体现言论自由 不和我一插出去 美国亚洲协会说是民间组织 其实是白宫和美国国务院的传声筒 跟哈德逊研究所的中国中心是同一个老板 蓬佩奥波停格等 以反华著称的前政客 是这些民间组织的核心成员 所谓的中国面孔 中国问题专家 就是于茂春这种丑类 他们主要任务就是抹黑中国 培养中国面孔的败类 制造中国崩溃论或威胁论 这次美国亚洲协会在纽约搞活动 波停格出席 显然是任务又来了 美国主流媒体在会后还要发文 称中国问题专家指出 中国正在煽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流程基本上就是这样 只是没想到厂子这次被美国人给砸了 为了挽回厂子被砸的不良影响 X还在和赛这条呼吁中美和平共处 反对战争的帖子上面打上煽动仇恨言论的标签 加以限流 也就是说 无论在美国主流媒体 还是在网络平台上都不允许存在为中国辩护的声音 波停格的讲话并不是他个人的孤立行为 而是在与西方反华势力联动 7月1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接受日本独卖新闻采访时 公然指责中国煽动了欧洲自二战以来最大的战争 他还说北约并不将中国视为对手 但中国挑战了西方联盟的价值观利益和安全 这个战争贩子居然气急败坏地指责中国煽动战争 急啊 急不可耐 俄乌冲突本来就是美国的杰作 他们也心知肚明 但为什么这么急着把中国扯进来呢 因为美国和北约的首要目标是要利用乌克兰危机去拖垮俄罗斯 俄罗斯一垮 北约下一个目标就是中国 关于这一点 北约前秘书长索拉娜早就毫不掩饰地指出过 只不过乌粉死活不愿承认罢了 毕竟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但美国和北约面临的问题是 俄罗斯不仅没有被拖垮 反而还生龙活虎的 反而是美国和欧洲骑虎难下 一方面美国无法面对泽连斯基频频提出加入北约要求 另一方面拜登以及欧洲政府被俄乌冲突拖累 6月欧洲议会大选 其右翼势力全面抬头 法国正陷入一场政治危机之中 而以勒旁为代表的欧洲极右翼 有一个共同主张 反对援助乌克兰改善对俄关系 欧洲这股右转浪潮 必定会影响到美国的11月总统大选 与美国民主党一个鼻子出气的欧洲中左政党败选 拜登必须自救 谁能救得了拜登选情 中国 所以美国和北约不得不急着将中国请到台前 但美国不是老老实实地来求中国 也不愿老老实实地承认错误 而是想通过掀起一波指责中国 甩锅中国的舆论气氛 把中国挡在美国前面 为拜登解围 这是一个黑色幽默 西方很不情愿地将中国形容成一个世界的决定者 然后将自己造成的无法解决的战争问题推给中国 自己搞不死俄罗斯都怪中国 一切责任在中方 只要美国民众信了这种逻辑 民主党的压力会减轻很多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当美国不断制造世界大战话题时 他很可能正在策划第三次世界大战 一战二战的历史教训告诉后人 凡是世界大战 大国必要先分出阵营 然后小国被当成导火索引爆全场 冷战也是分阵营 只是因为核大战双方都承受不了 所以叫冷战 今天有阵营吗 有 北约就是军事集团 这架战争机器还在不断地扩张 但对立阵营呢 并没有 无论是金砖国家 还是上河组织 都不是军事集团 中俄也没有结成军事同盟 美国其实很清楚 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没有这种意愿 如果中俄是军事同盟 美国在乌克兰早就哭晕在厕所里了 但美国却一个劲地想将中国拖下水 他想豪赌一把 或许只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才能拯救美国 毕竟一战二战最大受益者就是美国 他从债务国打成了债权国 从列强之一打成了西方领袖 波廷格精心炮制的中国煽动世界大战讲话 就是为上述目标服务的 但遗憾的是他被美国人给砸了场子 这说明美国民众也不是这么好骗的 谁会相信中国这样一个埋头苦练的国家 会去煽动世界大战 有点可悲的是 当何赛先生站出来反驳波廷格时 现场那些中国面孔个个呆若木鸡 难道这些效忠美国的中国面孔真的以为世界大战打起来时 美国会善待他们 别说他们连余茂春这种铁杆汉奸都得被美国抓去关 因为谁会相信一个叛徒 中国这些年的军事力量在突飞猛进 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中国的利益范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不断的扩大 需要更强大的军事力量保护 二西方战争机器将中国视为潜在的战争目标 他们闻名就是抢劫和杀戮 中国不投入军费 难道要等着割地赔款吗 三台独势力正在铤而走险 中国只是在维护自己的主权和利益 根本无意去挑起欧洲战争或者世界大战 只要西方政客脑子没有进水 这一点并不难理解 中国在打完抗美援朝战争之后 连华约都不想加入 这说明中国对加入军事集团没有兴趣 将中国说成是世界大战煽动者的人 其心可诛 对美国及北约来说 如果他们胆敢军事介入台海 敢跟中国开战 中国绝对比一个多国军事集团更有力量 美国想用第三次世界大战来拯救自己 那么三战一定会让美国这辈子吃到战争红利 全部吐出来 战争贩子继续叫吧 继续说中国有多可怕吧 我爱听 狗废火车能难我何 我爱听